謝謝主席 請主委 小偉好 主委好 我想你現在擔任國發會主委的角色 那你現在在你的所有的工作業務當然是相當多 尤其涉及到我們整體的經濟發展 這個比較宏觀的整個策略問題 但是我今天希望特別關注一個你的業務之一 但是經常被忽略就是有關花東發展基金 永續法爾基金 你是這個在眾多業務之中的一個 那我想請教你在上任到現在 有沒有到花東地區去了解過 還沒有機會去 還沒有機會 你的前任管爺 這個我曾經也為了要協助他能夠多實實人間的煙火 有安排他到這個花蓮比較偏僻的這些部落 去了解地方部落產業跟實質的需求 因為我想我自己以前也是擔任台北市都會的立法委員 那現在責任區在東部 事實上在看很多政策議題落差是非常大 所以我也希望你們這些主管機關 尤其是主政者 不要只是從台北的角度在看問題 能夠多到地方去了解 地方在發展上所面臨的許多障礙 那其中在我們了解地方的部落產業跟整體發展中一個很重要的一項 後來你們也納入這個所謂的六極化產業 農村的六極化產業的一個推動方案 當然我們在觀察日本跟我們一樣 它現在面臨跟TPP各國談判 整個農產品輸入 農村產業包括它的結構跟我們蠻類似的 人口的老化 而且是以小農為主的這些農村 他們其實整個產業六極化已經進行到有一段時間 我也知道你們有去考察過去了解過 但是回來你們在幫花蓮規劃的這個方案 去年我們也召開過幾次的協調會 那管爺親自在花蓮也給了一些承諾 尤其是這些部落農民 事實上雖然我們農業產值也許總產值不大 可是從就業人口的角度來講 卻是整個東部地區恐怕是除了觀光服務業之外 就業人口是最多的一個產業領域 所以我們是希望你們這個產業六極化 能夠做得更完整更徹底 那再看你們的規劃 在去年協調之後你們在幾天前有寒到立法院 將這個未來的規劃 一個檢疫的這個行動方案有提供給我們 但是我非常遺憾 我們在講產業六極化 從一級產業這個農業的生產到二極化到三極化到整個服務業 你剛講的其實很好聽 結合創新文 結合觀光旅遊 但是你們在整個計畫當中卻缺了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第二級 也就是這個農產品的檢疫的這個加工設施 你如果到東部地區去看 你會發現說雖然花蓮包括中南區一直延伸到台東的北部 其實沒有任何一個有規模 或者是符合我們現代台北的消費者 我們在看的這個基本的這個加工設施的 包括衛生標準 包括各種的登記 工廠登記 ISO等等的 也就是說它沒有這些加工設施 我也舉了很多例子 包括很多鄉下這些農產品 它要加工 它一定會有附加價值 沒有錯 對農民會帶來一個這個附加的收入 但是它的產品一定要送到西部去加工 去做成罐頭 然後再把它運回到花東地區 再產地去結合觀光客啦地方部落產 然後去做販賣 結果光是這個第二級的缺口 交通運輸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 對我們講的減碳低碳運輸政策 是非常是違背的 甚至是違背它整個生產過程 強調有機低碳綠能等等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它所有的東西要送到西部去 送到北部去加工 然後再送回來 除了這個違背我們減碳的原則之外 還有運輸的費用 這些的費用跟cost 其實全部都吃到了這個生產者 也就是農民 它的收入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去提升 就是少了這一環 那上次管爺到東部地區去看 他也承諾這些農民 說我們來想個辦法 那我也不斷的在主張 是不是可以用區域型的這個簡易的一個加工的設施 那這個一定要工部門去整合 因為你光靠一個小型的部落 它沒有那個能力去把整個工廠什麼加工設備 去這個經濟規模不足以來因應 可是你這幾個部落你沒有整合成一個符合 我們可以上市 也就是可以到我們這些消費者主流的通路 的這些產品所要求的各種檢驗跟合格的標準 你還是需要一個基本的規模 所以我在我是比較失望的是沒有在你們的行動方案 看到了這個第二級的 我們在講的第二級的 那你要從一級的農產 然後跳到第三級跟文創結合 這個當然聽起來都很好 可是我們如果沒有把整個加工的流程留在東部 把通路行銷的這些人才 甚至是吸引年輕人搭配地方的這個創新人才的培育 甚至是包括搭配地方的這個教育體系 來培養的人才讓他能夠留在東部 你們現在一直在講創新創業 可是一直都是針對北部都會區的 其實東部最需要的就是年輕人能夠留下來 年輕人只要願意留下來 只要有工作機會 其實很多包括其他的教育相關 我們面對的這些隔代教養 或者是地方缺乏創新 跟活力的這些農村人口老化的 種種的問題 其實都是可以來緩和的 所以我還是期待你 既然剛剛上任 當然我知道說 當然你的其他業務也很多 我們整個經濟的發展 也需要你們多費心 但是也希望說在東部地區 所以我現在想要了解 就二級化的這個加工的產業 我希望你們主政者是有延續性的 那既然你要來了解東部 也應該跟管爺一樣 去實施東部的人間煙火 這個到地方去了解一下 到這些部落去了解他們生產的過程 跟他們要提升這個附加價值所面臨的難題 好 主委有什麼回應嗎 謝謝 那個東部我過去 在經濟部服務的時候比較常去 不過部落去了比較少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去 會安排時間 在立法院稍微這個總諮詢結束之後 我一定會安排過去 那您剛剛提到的那個 之前管主委有這個去看過 認為這個很重要 這個我們也都認同 這個二級加工 如果二級沒有接起來 你一三級是很難串點 所以我們已經協調農委會要來做這件事情 但農委會他會說他沒有經費額度 所以我們特別也把我們的公共建設裡面 我們會保留一個比例 那會給農委會來做這個農產設備的這個部分 那正好在我接任之後 那個合給農委會的那個保留額度的部分 在我之前也公務已經批出去了 所以我們會請農委會後續來做這件事情 我希望你們能夠更積極一些 因為農村的年輕人才不斷的外流 那沒有這個 而且他要達到一定的規模 在地的創業很重要 這個在地的創業 那包括整個資源的整合 甚至是跨村莊 一個整個區域性的 甚至跨鄉鎮的 這個其實都需要我們中央來協助地方 來做更好的一個整合 那麼另外在我們的 這個花東永續發展基金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提案 包括地方政府 那包括學校 其實我們委員 很多委員在質詢 也都會對於整個執行狀況有所關切 事實上在基金成立 通過以來到現在 執行率是非常低的 我相信卓委你應該知道 那非常低有一些原因 包括跟地方意見的整合 包括初期的準備工作等等 但是我希望後續 能夠回應地方民眾的需求 也就是說 基本的資訊透明化 一定要能夠做好 那這也是我們在去年底 預算提案裡面的其中的一項 是希望說未來 所以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機構的各種的提案 你們都能夠以資訊公開化的原則 能夠上網 讓花東地區的公民了解 這個永續發展基金 到底是怎麼再規劃 到底怎麼再花 有什麼樣的提案 那為什麼通過 為什麼不通過 我相信都有一些基本的資訊 希望你們也能夠達到一個 多跟在地公民溝通合作 了解地方需求的一個基本原則 我看到了那個 那個預算所做的一些決議了 包括了資訊透明 還有一些這個計畫的執行效率部分 我們都已經先正式用書面 先回答給大院 那我想我會注意這件事情 我想後續希望他能夠上網 讓東部的公民也能夠來 了解甚至來回應跟你們有一些互動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的一個網站 如果有不足我們會隨時改進 好 那我也期待在後續的一些 重大政策的規劃過程當中 你們能夠多聽地方的意見 那這個地方的意見 包括地方政府的意見 但是也包括其他很多學者 很多NGO很多地方公民的意見 那這個意見的這個陳述跟溝通 也要能夠機制化 不是說你去看一次見了幾個人 也許我們會忽略掉一些不同的聲音 所以如果能夠納入一個 這個溝通的網站的網路的一個平台 我相信地方很多人 他不一定有跟你直接的access 但是他的意見是能夠被充分表達 這樣我們才能夠充分的 來納入在地的一個需求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蕭歐美琴蕭委員的諮詢 我們接下來處理臨時提案 當事人來了 我們現在先讀臨時提案